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第一点根本就是 台湾在礼拜五礼拜六 都还是属于一个偏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 个例来讲 都是气温都是比较高的 都比较闷热 那么中北部来说的话 云年的部分在礼拜六时候会略微的增加 而在山区部分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 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跟大家介绍 5月6号礼拜六是属于立下 那所谓的立下就是夏季也开始了 那么这个稻子也进入了这个抽税期 那么并从外也开始逐渐的活动起来 这是这个礼拜六是属于立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图下面的说明 从头上可以看到 目前台湾相关来讲的话 云的部分都比较少一点 那么这是受到这个高拉带来的偏南风影下 各地的天气都不错 那么也都不太会下雨 那么感觉做起来都是比较热的 那么来看一下礼拜六 礼拜天的天气变化 礼拜六的时候 封面会逐渐的往南压下来 那么在台湾附近的这个整体来讲 这个大气环境就没有那么的稳定 在午后的时候 在山区部分来讲可能会有点短暂的雷震雨 那么到了礼拜天 封面整个南压下来 由北到南天气有明显的转变 各地来说都有震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 那么封面很快通过之后 下周一北边的冷空气下来 各地来讲特别是在这个北部东半部地区 这个气温下降的幅度都蛮大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场的分布状况 那从流场可以看到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属于偏南风音响 那么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呢 是在礼拜六的话 是在这个东北角山区这边的午后呢 有点这个发展午后对流的迹象 那么其他各地来讲的话 温量部分也都会增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雨区的预报 礼拜六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呢 还是在这个新北市跟宜蘭的山区 午后呢有点短暂的阵雨的机会 礼拜天来讲的话 中部以北整个东半部地区呢 有阵雨 礼拜一来说的话呢 中部以北还有甚至南部地区 有点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 那下周二来讲的话 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的趋势变化 在北部来讲的话呢 礼拜五 礼拜六高温啊 33到32度左右 低温呢24到25度 那到礼拜天封面通过 气温啊就开始下滑了 那么呢到礼拜一呢 是算是未来一周最冷的时候 高温剩下20度 低温也只有18度 那等到下周二之后 才会逐渐的回升上去 不过这个回升幅度 也不是说很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部的温度变化 中部里来讲也是类似的状况 礼拜五 礼拜六呢 34到35度 蛮闷热的 礼拜天来讲的话呢 高温降到在29度左右 那么未来一周最冷呢 也是在下周一 高温升26度 低温到20度左右 那么在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一样哦 在这个礼拜天之前 高温还有32度 那下周一呢 会降到大概29度左右 低温则是在25度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在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 高温30度左右 到下周一呢 降到大概就23度 低温大概也降到 大概20度左右的 好 以上就是天气预报